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 中方愿同欧方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 加强交流 共同进步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晚在北京 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共同举行会晤 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 关于人权问题 习近平强调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各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 相信欧方能够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 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 反对搞双重标准 中方愿同欧方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 加强交流 共同进步 欧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为下阶段中欧关系规划方向 确定重点领域 一致同意加强沟通协调合作 确保今后中欧之间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取得成功 深化互信实现互利共赢 坚持维护多边主义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推动中欧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中欧双方宣布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确认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 中欧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 和数字领域高层对话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 两大市场 两大文明 中欧要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和平共处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 二是坚持开放合作 中国致力于逐步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 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多边进程 推动制定全球数字领域标准和规则 促进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良性发展 要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关切 中方密切关注近来欧方在5G 外资审查 政府采购 竞争政策等方面的一些动向和全球影响 下一步 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配合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默克尔米歇尔冯德莱恩表示 中国是欧方尊重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当今世界需要欧中加强团结合作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维护多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更加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欧方愿同中方加强对话增进互信 推动经贸投资绿色经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推动抗疫国际合作维护自由贸易 促进欧中和世界经济早日复苏 开展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妥善处理差异和分歧 中德欧领导人还就阿富汗伊朗河等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一致同意加强沟通协调 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 刘鹤杨洁篪和立峰等参加会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